那师父明天说正月不能剃头 正月剃头死舅舅 从玄学上有这个说法吗 有啊有啊 正月不剃头嘛 实际上并不是说不能剃头 就是说年初一最好 还有十五不要剃头呀 一般的来讲 初一和十五就代表整个月呀 那你只要初一和十五 这两天不要剃头嘛 你其他时间还是可以剃的呀 没关系 死舅舅的意识实际上说是一种天象呀 因为外甥都像舅呀 这还不懂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视频开始